大家好 欢迎来的言论 如果您是第一次收看我的视频 觉得我的视频做的还错误的话呢 麻烦您帮我点个赞 留言顺便推荐给您的小伙伴 如果您是老观众了 麻烦自己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言论自由 如果会无辜的去关 那么真的非常的抱歉 麻烦您再次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就在昨天台湾地区的这个选举结果终于出炉了 在这里要恭喜蔡英文女士 大获全胜 因为这次的选举结果 搞得小弟我非常的受伤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在选举结果揭晓之前呢 我在群里面跟小伙伴们打了一个赌 我赌的是韩国瑜 会在这次的选举中胜出 为了这个赌约 我还赔上了50元人民币的巨额赌资 所以啊小伙伴们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 在我们聊这一次选举结果之前 首先我们得明白一个大的前提 那就是这一次 其实不管谁当这个省长 都不会对两岸关系的整体态势 产生多大的影响 说一千到一万 两岸关系只不过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延伸 跟台湾的关系还真不大 台湾的朋友们也不要觉得我这么说 就是在贬低台湾或者在贬低台湾人 小弟我真没有这个意思 我说的话呢 只不过就是国际政治的一个现实 我对这个曾经代表中国人 跟小日本正面硬钢过的政权 始终保有着一份敬畏 当然这份敬畏 跟现在的所谓中华民国 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其实大家也都非常清楚 台海的局势始终取决于中美两家的态度 以及两国之间的关系 这一次连任成功的蔡英文女士 再一次让我目睹了意识形态这种东西 到底有多可怕 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 那就是假设我自己是一个台湾人 抛开我一切的立场不谈 我会不会觉得蔡英文是一个合格的领导人 最后我得到的答案是 臣妾做不到啊 这个我脑子里面当时马上就想到一个朋友的吐槽 她说蔡女士的执政风格就是用爱发电用心诈骗 无论是毫无建树的两岸政策 还是糟糕的倒霉治理 那都是惨不忍睹 更不要说民进党干出来的 那一系列的狗屁倒灶的事情 像是自闭东厂太监的张天青 新男相搞得自己一脸男相 8800亿的所谓前瞻计划结果去搞的是上个世纪的轨道交通 断的很有节奏的邦交国 两岸自由行断绝 逼死外交官的帮助日本大使 搭高铁丢了巨款而不报警的陈明文 用纳税人的钱养网军 最近还搞了一个所谓的反渗透法等等等等 还有这一次香港的反送中事件 为蔡英文加分不少 但是搞到最后连香港的那帮暴徒 都在骂蔡英文是在吃人血馒头 只是在利用香港的这些暴徒为自己拉选票 连这帮人的智商都看出来了 您说这个蔡英文女士干的有多么的露骨 面对这一桩桩一件件 居然还有这么多台湾人投票给蔡英文女士 最重要的理由只有一个 那就是反中 只要反中你做得再烂 大部分的台湾人民 尤其是年轻人都可以无条件的支持你 而大陆这边的年轻人 支持蔡英文女士连任的原因也很简单 那就是只要蔡英文女士 继续保持以往的执政风格 那么大陆就会有足够的理由动手收复台湾 其实我的想法也差不多 我觉得只要民进党当家做主 那么这件事情绝对有利于两岸的统一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我并不是说民进党作死 然后大陆武统 不是这一种统一 我说的是和平统一 到了现在 如果您还寄希望于通过国民党来和平统一台湾 这是一种极其不切实际的幻想 国民党这个党实在是太没有出息了 除了洪秀柱这个不是男人的女中豪杰以外 其他的那些所谓的国民党大佬全是一帮长着 我曾经一度很喜欢韩国瑜 理由有三个 第一这个人菜卖得非常的不错 而且对手下人非常的好 这第二个原因 就是这个人卖了这么久的菜之后 在被人踩在头上的时候 还能有那个血性去站出来跟对方拼命 最后当上了高雄市的市长 这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女儿很漂亮 我做时政类的视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一次都没有提到过韩国瑜 因为我真的是不想再多踩他一脚 从感情上来说 我很希望他能够当选 因为当时我眼睁睁的看着他起高楼 看着他验宾客 然后从他当市长不到三个月 就跑去竞选总统的那一刻起 我就知道这楼十有八九得塌 其实我到现在为止 都觉得韩国瑜非常的可惜 如果当时国民党党主席吴敦一 能够少一点私心多一点魄力 你就压住韩国瑜 让他好好的当市长 下一届再出来选总统 真的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烂事 如果当时国民党的党内初选 不要搞这么难看 彻底和郭台铭闹掰 国民党何至于从原本九合一的大胜 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这帮家伙原本以为可以恶狗抢食 结果最后一个个都变成了落水狗 这个政党早就没有了自己的理想与信仰 在大陆丢掉了民心跑去台湾 为台湾打下了这么好的基础 结果沦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作为中国人 说实话我真的无比的庆幸 当年校长被打去了台湾 但是反观民进党可就不一样了 论他们的政策灵活程度还有这种政治手腕 我觉得大陆反而更容易跟这帮人达成某种交易 如果一直让国民党当家做主赖在那个位置上 我觉得民进党会一直来搅局 国民党又拿民进党一点办法都没有 反而是民进党做主的时候 国民党什么都拦不住 这样更容易在岛内达成某种共识 其次就是民进党更懂得如何给民众洗脑 就算某一天跟大陆统一 民进党也会有很多的办法 让台湾的老百姓接受 然后网军刷起来 cosplay玩起来 还有台湾一票亲民进党 被民进党豢养的这帮民嘴 天天在电视上忽悠 大陆方面再给出一个合适的价码 台湾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那么要怎样才能使民进党出现这样的转变呢 答案就四个字 中美关系 让美国人觉得自己已经不再有能力介入台海问题 让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介入 他们付出的代价远比他们捞的好处要多得多的时候 台湾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当蔡英文女士或者她的继任者 意识到这个美国爸爸已经不要他们了 那么蔡英文女士会毫不犹豫的打一通电话 去北京找习大大 然后剩下要怎么给台湾老百姓做工作 那就是民进党的事情了 什么台独纲领听着特别唬人 感觉一副不可撼动的样子 其实那玩意儿就是一份给美国的投名状 告诉美国爸爸 我跟对面的中国不是一条心的 您放心 我身是你的人死是你的死人 你让我咬谁我就咬谁 您想这么个道理 如果老大都没有了 那帝这个投名状自然也就没有意义了 台湾很多事情说的都煞有介事 一个个都像是文艺小青年一样 就比方说之前听赵绍康先生讲 这个司法应该是女王的真操 但在现实世界当中的台湾 这个司法已经沦为了政治工具 八百元包业全活不打折 这就是今天台湾的司法 所以归根结底 要解决台湾问题 永远不要把希望寄予在别人回心转意 自己强到一定程度 一切自然就水到渠成 我们现在遇到的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 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持续的发展 听到这儿可能有些小伙伴就要问了 那按你的这个说法你不是应该支持蔡英文才对吗 怎么会支持韩国瑜呢 因为我对台湾有自己的一点小撕心 我从来都不会掩饰我对台湾的好感 就像我从来不会掩饰我对台独的不屑一样 我自己其实也没有去过台湾 我对台湾所谓的好感 也只不过就是对某几个台湾人的好感而已 但是人就是这样的动物 见面三分情 今天台湾支持蔡英文的老百姓 那种高涨的热情 就是建立在那种对于大陆的反感之上 但是我始终认为这种反感是没有根基的 是不牢靠的 如果能有机会让他们去接触大陆的年轻人 甚至去大陆工作一段时间 生活一段时间 我相信他们当中的很大一批人 至少可以从反感变成不那么反感 脑子里面极端的东西少了 那么判断和行为自然就能理智一点 所以韩国瑜提倡的继续开放交流的政策我非常支持 我觉得这样的交流可以避免最后的兵戎相见 但是现在蔡女士连任了 而且得票数破了历史记录 作为一个没有连任压力又高票当选的政治人物 相信我她作死的底气会更加的充足 两岸的氛围会变得更加的紧张 大陆会继续压缩台湾的生存空间 很多朋友之前都在谈北平模式 都在讨论以后会不会用这个北平模式来解决台湾的问题 但是您可能有所不知 在经济还有外交层面 北平模式早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两岸的敌意会持续的升高 其实这一次的选举是一个契机 如果韩国瑜能够当选 那么这个北平模式也许会出现一个中断 或者是一个中场休息 然后在观望之后发展的这个趋势 但是很不幸这次蔡女士成功连任 而且这个得票数又创造了一个历史新高 我觉得大陆已经没有任何的退路可以选 所以这个两岸敌对的这个气氛会持续的升高 其实两岸统一是一个谁都改变不了的大趋势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统一 在这种氛围之下统一会改变许多人的命运 我希望这个过程能够尽可能的平缓 尽可能的减小对个体的冲击 所以我一直支持韩国瑜 这一次的大选结果出来之后 我也看了一些台湾的政论节目 一些评论家他们是怎么评论这件事情的 其中有几个观点我是不太赞同的 就比方说有一些人说 北京在看到这样的结果之后会很失望 他们会加快对于台湾的统一的这个进程 但是我始终觉得北京早就失望了 尤其是对所谓的台湾民意早就失望透顶 而且我相信大陆各方各面也都早都掌握到了消息 这一次蔡英文一定会连任 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失望不失望这件事情 至于这个统一的速度我觉得也不会改变 因为统一与不统一 要考虑到的因素从来就不是台湾而是美国 而针对美国的各项政策 我觉得早就已经定下来了 按部就班的去做就可以了 其实我始终觉得在这种敌意逐渐升高 然后两岸人民之间的这种偏激的思想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 我真的是觉得很多台湾老百姓的个人命运会因此出现重大的转折 影响他们的一生 而且是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 我也只是希望我的观众们能够理性一些少一些偏激 当然我知道这很难 以后像茶叶蛋事件还有培林榨菜事件估计也不会少 但是我希望大家淡定以对 如果觉得不痛快来听我吐吐槽解解闷 一笑了之就可以了 今天的台湾社会生病了 他们正在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 我们要多一些理解跟病人有什么好计较的呢 对不对 今天看到一个台湾的所谓的这个rapper写的歌词 这哥们之前好像在大陆做生意 现在好像生活在加拿大了 歌词大概的意思呢 其中一小段就是为新疆抱不平 说当年在新疆事报原子弹 新疆人能不生气吗 但是他不知道新疆那片土地 其实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属于今天所谓的维族人 这些东西他都不懂 还有一句慷慨激昂的歌词 大概意思就是说 你杀了一个人会有更多的人站出来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一路英文说唱 骚气逼人 正义感十足 于是我一下子没有抑制住内心激动的这个小情绪 就给他留了言 我说你既然这么有正义感 为什么不写一首歌来弟子一下美国和你所居住的加拿大政府呢 当年他们屠杀印第安人的时候 我也没有见到更多的印第安人乍势在爬起来 对不对 反而被杀的快要绝肿了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是这个手法不对 应该杀一个好多更多的人站起来才对啊 我觉得吧 你反共就反共 我一点意见都没有 但是这帮人吧 现在他已经发展到了一种 只要你觉得共产党好 你支持共产党 他就会给你扣一个五毛 或者小粉红的帽子 当然他这么称呼你就是为了侮辱你嘛 对吧 你说这帮人是不是跟红卫兵一模一样 见不得别人跟自己的意见不同 现在就就 自由民主的社会就变成了这样的德行 今天跟一个朋友聊天就聊到这件事情 我说感觉今天的台湾很多老百姓就像生活在童话世界里一样 对这个世界什么东西都不了解 但是觉得自己又经验丰富 就明明像一个纯情小处女偏要觉得自己是一个惊艳老道的 这个青楼老宝 这种反差萌啊 真的是让人觉得无可奈何 我就跟那个朋友聊天 我就说面对这样一帮老百姓 你觉得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两岸统一能够对两岸人民的伤害达到最小 这哥们的回答简直绝了 他说呀 这里看蔡英文同志的工作能不能顺利展开 我说此话怎讲啊 他说当台湾老百姓需要大陆去扶贫的时候 统一的代价最小 蔡英文同志在接下来的四年任务很重啊 但是看他过去四年的表现 我觉得他一定会不如使命的 好了咱们下期再见 去吧 我去吧 感谢观看